好 這我們先來看 在立院裝忙的黃國昌兄 非常的忙 舉手四十次 他甚至還拍了短影音 我就一直舉手 柯建民就很不爽 他看了就很開心 他去立院 尋開心的 好 那就看現在百姓開不開心 他原則上 這個民眾黨的民調對立委的滿意度 原則上就是他的滿意度 因為除了他以外 連黃珊珊都快要沒有存在感 黃珊珊現在到底負責什麼部分不知道 其他像我們熟悉的齊凱哥 那個存在感都更低了 還有很多其他幾位 一時之間我也叫不出名字的那些 非常重要 但我們叫不出名字的委員 他們一定不在百姓的記憶中 所以這個是誰的分數 就是黃國昌的分數 黃國昌就要自己去面對這個三十與四十八 你這樣要選新北市 你沒講一次 李四川就不得不站出來一次 李四川他其實也是千百個不願意 可是藍營都在拱他為什麼 就是黃國昌這種喀在外面一直吃我們豆腐 你忍心嗎 那當然黃國瑜他就只好出來說 韓國瑜會支持我啦 讓大家覺得說藍營好像有希望 不然真的要推業員資了 那不管怎麼樣啊 我認為黃國昌現在的這種玩法 第一聲量他會繼續維持下去 仇恨值呢會繼續往上拉 不滿意都要轉換成仇恨值非常容易 到最後大家都看到你好像天天在那邊舉手 好像天天在那邊辦事 好像天天在那邊挺國民黨 但是都沒幹出個什麼時事 其實在地方的選舉 這一次柯文哲去賣聊的事情 效益正在快速發酵 我今天才有發另外一個特稿 就是在講這件事情 就是黃國昌所設定的打法 其實地方上很不能接受 你不能直接人趴趴趴跑來說 我們這是弊案光電弊案 你要給證據 這是我們地方發展的希望所系 你不能拿台南的光電案子 去打我雲林案子 你的低潮到底裝了什麼 黃國昌不是一天到晚都說 我準備很充分 那請問你在雲林 你指的人家的那個太陽能板 我就我之前講 盡看一堆草莽 到底在看什麼 到底在看什麼 你是不是指人家有弊案 結果你到現在有拿出任何證據 沒有啊 選出了就不用拿 就就全台灣到處得罪人 全台灣得罪之旅 好所以最後他新北要怎麼選 一個大問號 第二個不是外界 不是我們過去這些 就是幫他出考題 國民黨也會幫他出考題 現在他在立願 要當國民黨的小乖乖 謝龍介吐他忙著舉手 對啊 謝龍介吐他又舉手 又吐又舉手 那個是反射神經 過去我們只知道敲膝蓋腳會跳 那這個是一吐他的舉手 好 這個小乖乖 怎麼面對馬公英九 給他出了考題 馬公英九 現在已經失去語言能力 都派蕭续成出來講 蕭续成出來說 反正努法要修了 而且子民 民眾黨要配合 我還指明民眾黨要配合 真的把他當小乖的 好 見證人沒有語言能力 不講話的馬英九 透過神域系統 傳達了正的旨意 這個黃國昌要不要接紙 來自北京的聖子 終於飄來台灣 要把反正努法阻擋他們溝通 阻擋他們訪中的 這些關鍵的條款給修掉 好 黃國昌我就問你要不要配合 之前他可以征肖耶 那個年改啊 我們沒有立場啊 這個也沒立場 那個也沒立場 對於反滲透法 當年他還在時代力量 幫大家回憶一下 在二零一五年九月 人啊 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時候 大家就在吵這相關 然後一直修到二零一九年了 相關的這個議題 終於逐漸成型了 二零一九年 他還是時代力量的委員 好 當時時代力量提了一個反境外敵對勢力並吞滲透法 那後來就是有反滲透法 民進黨的版本過過 時代力量版本沒過 但時力當時在黃國昌主導之下 對於自己的版本有非常多的信心 我們有設定主管機關 我們有要求管到什麼程度 民進黨的版本沒有主管機關 最後會自愛男行 這一套縮帖誰寫的黃公國昌 我現在還記得為什麼 因為當時我們要辯護嘛 為黨的證證件辯護啊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反問 當國民黨的旨意下來了 黃國昌這個反滲透法 你要不要下來玩 他不下來玩 新北市長一戰直接奧子 不用講國民黨不會跟你合作 那你如果想要選新北市長 希望國民黨能夠來支持你 那你這個反滲透法把它修掉 方便國民黨人 方便台灣的某些人去中國 當中國的買辦 跟中國勾串 好 那你到底要不要修 如果你修了的話 這個才有新北市長的希望 可是你是不是背叛你自己原來的理念 所以也不是第一次 黃國昌他這個傢伙 就是很愛演 演的都是民進黨欺負我 民進黨欺負我 所以我要怎麼樣 所以我要跳出來選 所以我要去民眾黨 所以我要跟韓國瑜抱抱 所以我要跟傅崑奇抱抱 所以呢因為很討厭民進黨 民進黨欺負你 你最後要跟習近平抱抱啊 這是一步一步一步來的 你黃國昌覺得自己可以踩定立場 不會跨過新年那道紅線 但想得美 人家會逼你 動不動就一張考題丟出來 所以啊想得太簡單了 他這個人都把政治想得來 覺得國民黨是他的最好的朋友 民進黨才是他唯一的敵人 這個你想太多了 你看那個支持度啊 就知道藍綠兩邊都幫你當敵人 所以這個做人真的不要太天人 做人真的不要太裝懂 你有理念就好好照自己理念去做 一旦開始犧牲理念呢 你最後就一謝千里沒有止境